所以刚刚是下的一张图 那再来我们要把它变成下载 一个网页里面的12张图 所以第一个你们可以找到 也是我私利用那个T2C官网这边的这一个 它进来的话 那它第一个page 实际上就这一个 或者你点一下 它上面会出现 出现等于多少等于多少 那这个就是它的page p 应该是page page 等于1 比如说我今天要抓的是这个网页里面的这12张图 那这12张图呢 并且帮我存档 那当然我目前 我之前本来有想过是要不要 把连它的里面的图档名称都抓出来 存档也存它 原来图档 那后来发现好像不必要啊 你存它 我目前不必要啦 最后来我就直接把它改名了 第一章就01 第二章02 03 04 05 这样按照编号 我重新给它编号 不过如果说你有那种需求是 要它原来的图档名称的话 在云丹白板上面我有写啊 只是说那个城市 有点复杂 OK 其实你说复杂的倒还好吧 反正就是把它的 原来的那个图档名称抓出来 然后把它串在城市里面而已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相关的细节 这个做完之后呢 再抓六页 OK 那理论上其实 如果你用以前的工具写真的还蛮麻烦的 尤其像Java 用Java 更不要用C++了 你用C++写 你都会写到2写 OK 你用Java如果跟虾比还是算简单 那如果你用Python来写 相对简单太多了 为什么 因为Python里面提供了大量的 这个模组跟套件 你就套用它就好了 比如说像有哪一些 第一个的话呢 当然我们有Request Request就是把这个网页的东西抓出来 然后去解析它 那解析的部分的话 我上礼拜有讲到啦 所以你按滑鼠右键检查一下 这个里面的话 第一个呢 我需要知道什么呢 它一整个 就是这一整个 我的这一些东西到底放哪里 你们可以按右键去检查 然后来检查的结果发现 它的这些东西 主要是放在 第一个一个DIV 然后这个DIV等于是一个板块 这个板块里面 它有一个class名称 就是这一个 你那应该是这个 你按右键 那你往上抓 应该就这一个吧 那就是这个名称 有没有 DIV 你怎么知道是这一个 一般的话呢 你可以注意一下它那个 那个什么呢 它有一个颜色变化 上面颜色变化 这个区块整个被你选取了 那表示我就是要这个区块 那你只要知道说这个区块里面的名称 它的这个什么标签名称是DIV 那class名称呢 就是后面这一串 不过你会发现 其实它有两个名称 一个名称是这一个 SP1杠这个 那一个是中间有空白 有没有 空白哦 这个是第二个名称 那当然你其实可以用全部整个OK 或者说你只要抓前面名称也可以啦 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这为什么两个名 其实这个所谓的别名 它可以是这个名称也可以是后面的名称 OK 所以哦 特别注意 class有可能会有中间空白的部分 那就是它有很多个名称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我是取前面这个 然后呢 再来我要抓什么 抓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图档就IM区 所以我就写一个 所以哦 因为那个DIV是只会有一个板块 所以是用Find 我前面讲过Find Find那个板块 先把里面的那一个板块里面的原始码抓回来 抓来做什么呢 再帮我把那个板块里面所有图档 通通找出来 那所有的图档的话那一定不会一个嘛 所以就Find all 那后面的话呢 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只要IM区 那就是图档的位置 所以我后面就不管那个IM区 到底它的这个什么 我看它什么名称叫 我再抓IM区就对了 IM区就是图档的位置 OK好 所以哦 其实 Beautiful Soup 只用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找DIV那个板块 一个是找里面的图档 那我就知道呢 里面的图档 那我就把这里面的图档 一个一个的通通抓出来 所以跑个回圈就OK了 跑完回圈应该里面有12张图嘛 所以就是它就帮你跑全部 那总共这个串列里面就是会找到12张图 从0到11 然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反正呢 就是帮我把它找到 然后并且存档 OK 所以特别注意 底下这三行固定的就是存档 有没有 那存档里面呢 可能要特别注意哦 我这边有用到一个format 哎 那这个format做什么用呢 就是如果我要取名称 两码 01 02 03 有没有 那你可以用固定这个方法 就是 这个是它的格式化 格式化的这个公式 有没有 大瓜葫 指的就是说 我里面的这个名称要叫什么 那0 0 大于2D 这个地方的话呢 指的就是我要两码 至于说 哎 老师你为什么知道是两码 其实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可能是比较早之前的那个 应该是在第二单元吧 印象中在第二单元里面 其实有提到 比较比较前面的 然后呢 底下好像就有个讲到format 所以如果你对format不熟的话 可以再看一下第二单元里面的 第13页吧 这边就有了 有没有 甚至要对齐方式 然后其中的话 这里 数字补零 有没有 这边就有一个格式 你就把这个格式拿来用就OK 至于其他的 如果这个可能 要用的时候可以参考 也不用死背 反正大家知道我这东西 那我就可以得到两码 OK 比如说第一个 那后面的话呢 就给带一个数字 那因为i是从零开始 所以我就i加1 因为我第一个是01 如果里面加1变00 就是从零开始 那不对 那并且呢 补上一个.jpg OK 然后一样用wb刚刚把它存档 另外的话呢 我找到img这个标签里面 后面记得 点getsrc src指的是说它的档案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我们的图档 这个你按右键检查 那图档的img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话呢 如果是图档 应该是这个 这class 它的那个图档img 后面的话就是src 那我们就找到那个src的位置 那就可以知道它的路径 你可以img 或者ctrl加f img我们找 有没有 img这个 那你会发现 它的图档位置在哪里 其实就是 这个是我们找到的标签 那它有个属性叫src src它src的位置 就是这个 有没有 那我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把它图档位置找到 然后放在那个img里面 OK 然后呢 就分别把它储存 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第一张图存档 找到第二张图存档 OK 一直在一推 那里面总共有十二张图 所以回旋跑完 那就可以全部通通帮我存档 存在哪里呢 我存在 我目前根目录 我没有指向绝对路径 所以我是放在 我目前城市 同样路径底下会有一个img 有没有 底下的这个路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我的 因为我的城市存在这里 我的城市应该是叫下载图档 这个下载图档我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在 我把它用 在在底下 这个 然后在同样路径底上面的地方被一个img 这个叫相对路径 这个是我的城市位置 那我的图档位在这里 所以将来的话 就会帮我把它全部存在里面 OK 那我们来弄一下 有个看 理论 如果城市没问题的话 那这个img裡面 应该就会看到图档 应该有12张 因为弄蛮快的 你会发现 只要不要被封锁 应该OK 看一下 所以很快没有出信息 所以我们没有被封锁 OK 看一下 12张图 那另外的话 它的编码方式 01 02 03 一直到12 OK 就通通就下载下来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至于那个细节 可能自己再稍微看一下那个城市 所以我刚刚这一段城市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0609 0609里面的 应该是这一段一模一样 应该是在这里 就是第2页的地方 就这一段 OK 所以请各位先 先try一下看看 关键的地方就是 Find DIV 这个DIV 这个板块 当然呢 你说老师那是不是一定要找这个板块 其实倒也不一定 你外面一层也没关系啦 反正就是找那个框框里面的0 那个框框里面的img 的img里面很多吧标签 OK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要的这一些标签 这个标签 然后用get那个src取得它的路径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存档 存档到我们目前的这个 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模组底下 相对路径是imgis底下OK 记得好这边一定根目底下一定要两杠 两杠 它的底下 那我就把它存档 那存档的 规则就是01 为什么是01 因为追从0开始加了1 这个01.jpg 02.jpg 03一直这样下去 OK 所以你会发现 写程式相对的快非常多 如果程式没有bug的话 一下子你会发现 跟你用那个按右键另存欣赏 结果或许是一样的 但是 你用了力气 这还是 只有一页喔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是 六页 你想说 老师那接下来我要六页怎么办 其实关键哪一个 如果你要六页 对 你就大概观察一下 它的规则怎么样 它的规则是 点它一下 它就会怎么样 它会跳下一页 那主要是这个 往此的地方 所以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再加一个 一个回圈 回圈就产生1到6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上面的数字 改成 1到6 也就是你第一次输入1 它就是跳第一页 第二次再输入2 它就跳第二页 那一样嘛 就把它存档存档 这样就OK了 那只是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那请各位想想看 其实 做这件事好像只要 再加一行程式就好 就是一个回圈 但是你要知道加在哪里 然后改一个地方 这样就OK了 不难喔 所以你要把六页抓下来 其实只要 再加一行 然后改 改一个那个图档 因为图档你每次如果 0102 都重复了 下一页每个都 那不对啊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那个名称不要重复 甚至可以这样 比如说 在0102前面再加一个哪一页 第一个一页是 0101这样 0101就是第一个配曲的第一页 0102就第二页 如果0201那是第二个配曲的第一页 这样也可以啦 反正你可以给它一个规则不要重复就好了 那只是要怎么做 OK 试试看好了 城市其实只要加一行 然后再改一个编码方式 就OK了 试试看好了 OK